近日记者从江苏延城国家级真情自然保护区了解到 2019年该保护区通过成鸟亲肤 成功孵化育除18只丹顶鹤幼鸟 丹顶鹤是中国一级保护动物 每年仅产暖一只二枚 每年的5至8月为鹤暖孵化期 因此鹤暖鹤宝宝的安全备处保护区育除中心全体工作人员的关注 记者在延城国家级真情自然保护区的繁育中心看到 生披黄鹤色荣语的鹤宝宝们正在里面悠闲地散步 一旁的技术人员正用胶头地管 给出生不足一个月的小鹤喂食营养液补充体力 我们今年的这些小鹤都是一个亲肤的 是由青鸟自己进行孵化 等它孵化出来之后 我们把它拿到这边育除室进行人工育除 2019年5月以来 鹤城国家级真情自然保护区陆续有新成员出生 目前已成功孵化育除18只 生活率100% 目前最大的已有两个多月 最小的才十多天 身体状况良好 预计将于10月份进行飞行训练 通过驯飞的诱惑 至少可飞至500米高空 疑似可飞行5公里以上 育除呢是24小时的 我们每天早上大概是7点钟 就要起来开始对这个龙舍里面的卫生进行清理 打扫之后消毒 然后开始喂食 我们一般喂食的话 一般给他们喂的是黄鳝 那个鲸鱼 另外还有泥鳅这一类 丹顶鹤繁殖期是每年的三至六月 实行一词一雄制 是爱情的坚定守护者 在跃动地 鹽城国家级真情保护区也是一样 二月中旬 丹顶鹤开始交配 产暖时间应外界温度而定 一般外界温度最低在10摄氏度以上 才开始产暖 对这个疗免的高丹顺 是一个人的意思 对这个疗免的高丹顶 还是我们在这边的上下 对这个疗免的高丹顶